欢迎收听今天的报纸新闻 我是李竹蝉 今天是中华民国107年12月18号 农历务须年11月12星期二 翻开今天各大报纸 在头版所呈现的新闻焦点 其实各不相同 我们首先就从中国时报头版二题 还有联合报的头版头题开始看起 昨天行政院促转会代理主委杨翠 他是提出了三项主张 不过这三项主张都碰了丁枣 包括了新台币改版 还有军营去同项 以及中正建堂的一对撤出这三项主张 央行说对于新台币改版 现阶段没有计划 国防部则说要维持营虚的现状 所以现阶段也没有军营去讲工同项的计划 此外对于中正建堂一对撤出 则是两个部会互相推来推去 中时报在内页三版提到 促转会除权威 锁定中正纪念堂还有超券 不过新台币去讲话成本至少就要300亿 同一个版面 新闻透视记者张李国杰的特稿 说不会拼经济 只会改台币 联合报在内页三版 则是柯建明的说法 他说促转会应该先累积公信力 超币去讲不及的马上改 党政高层则说 选后社会氛围不一样 暂不处理促转会的建议 此外有关于中正建堂转型 郑立君则说 年底会提草案 促转会的说法是说 苗绘加害体系还原审判过程 资料库的建党明年10月要完成了 不过蓝军式批促转会 是太上皇委员会 所以呢促转会争议不断 国民党团决定双管齐下 蓝军立委赖世宝先提案要求废除 促进转型正义条例 蓝军立委费洪泰打算发动公投 让人民在2020大选决定促转会的存废 好再来看到是中国时报 中国时报在 头版头题是有关于大巨蛋 大巨蛋到底要不要盖 柯P定锤了说大巨蛋是要盖的 台北大巨蛋停工近四年 选而未解决被外界戏称是大烂蛋 市长柯文哲趁着菜科会的时候 把烫手山芋丢给了文化部 扬言将全程开放和文化部的会议 看是谁卡谁 文化部长郑立军 昨天要求台北市政府先表态 大巨蛋是不是要续剑呢 柯文哲听完正式表态说 不拆就是要剑啊 向中央开战的意味相当浓厚 文化部长郑立军表示 烟场路要打通 需要通过国定古迹审议 还有都市计划变更 这两个呢 都要跟台北市政府来进行 台北市文化局秘书透露 影响大巨蛋联通道的 国父纪念馆占定古迹案 文化部渴望月底排入审查 自由时报在头版头提说 蔡柯汇报内幕传柯文哲呛 要先交出战犯 蔡文总统13号安排和柯市长会面 伯根据透露呢 柯阵营因为这次台北市长选战过程 还有最后显胜 对于立民颇有怨气 在蔡总统提出要和柯文哲会面的时候 柯海私下放出了气话 说请民进党先把战犯给交出来 不过台北市政务发言人刘亦廷回应 磋商过程当中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对话 自由时报头版二题 陶鸡三个航站开挖松动土质 这是新建当中的陶原机场第三航站工程 疑似因为地鸡开挖土质密度改变 造成从航站下方通过的陶原机场捷运 下行线附近的地底隧道高度上升6.5毫米 超过5毫米的警戒值 如果持续上升到8毫米 工程必须停止 否则呢 捷运轨道将因为隧道高度改变 出现移位或是变形 酿成电车脱轨的交通重灾 而陶鸡表示呢 改变施工顺序可以防止恶化 另外在联合报头版二题 防堵非洲的猪瘟 今天起要重罚20万块 农委会决定呢 今天起民众从疫区 携带猪肉制品入境的罚款 出贩从5万块调高4倍 改罚20万 再抓到呢 就直接开罚100万 联合内页二版也提到 除了罐头禁止携带入境 一缺腊肉香肠 真空包带回台湾要罚 泡面的软罐头则是可以带的 财经新闻交点方面呢 在联合报内页11版 73万人海外工作创下了新高的记录 这十年来大趋势 40.5万人前往大陆工作 占海外工作者超过半数以上 经济日报在头版头体 财政部最新的试算 西波税改由545万户受贿 三大族群明年是不用缴税的 包括年薪40.8万以下的小资族 夫妻合计年收81.6万元以下的顶客族 还有家庭所得123.2万以下的 四口之家都可以不用缴税 经济日报内页三版 四个瓶盖台厂将向高通索赔 洪海和朔伟创还有人保 否认跟高通和解 他们做好官司打算 球场90亿美元起跳 公商时报在头版头体后 颜凯泰时代宣示发展自由品牌决心 月龙砸71亿要力挺纳智节 此外就是在工商时报的头版二题 国际清算银行BIS预警 明年股市还有的跌 公商时报在内页三版华印求复工 进入关键的一周 面板产系件停工要再恢复量产 难度不低 尽管会全面监视大同集团 旺报在头版头提说 5G被全球封锁 华为保5G龙头 以实力跨越美国联盟围堵 在下一城和葡萄牙签约 平日报在头版头提说 地板激战4分钟 网红空姐偷吃摄影师 判3个月有期徒刑 都可以一颗罚金9万块 另外呢 自由时报在头版三题 太缺钱花用了 怀孕6个月的女子小绵 她下海卖淫 另外呢 自由时报在头版四题说 美国研究发现 胃母乳超过半年可以受邀 在内页新闻焦点方面 联合报 内页四版 是不是要和蔡英文在PK 朱立伦说 我一定会努力 被追问 是不是会当国民党内 第一个跨虾要选总统的人 朱立伦也说 我的目标很清楚 我一定会继续加油的 至于李四川南下 是不是为了帮朱立伦呢 韩国瑜说 这根本就是两码子的事嘛 此外 中国时报内页六版 蔡正今天会 蔡英文今天呢 会前往桃园和英的连任的市长 郑文灿会面 郑文灿昨天说呢 会提出地方建设的清单 透过中央政府的支持 希望协助桃园政府转型 今天只谈市政 不讲党务 中午时报那页九百路委会党 所以陈云林取消访连战的计划 陈明通说 来台不要 恒生枝节 陈明通 这样的谈话呢 所以陈云林决定取消访问连战 另外呢 陈明林不排除 直接前往江家吊宴 时间呢 是这个礼拜四二十号 联合报那页五版说 和三场一号基拉警报 停机检修 是因为冷却水泵 马达传出警报 台天预估 今天会重新并联发电 供电不会吃紧 和一场干事 储存场入不改 朱立伦说 送一百次也一样 按图施工就不会卡关了 至于昨天在立法院 再生能源基金预算 冻结了12.5% 此外联合报 内页六版呢 国道警察死亡率高 感应交通锥 明年要事办 交通锥翻覆 就闪灯或警民 可以提高安全控管 国道通行费飙升 累计6.5亿 还有呢 联合七版 老老照顾的速度增加 超过半数呢 是无法喘息的 以上就是 今天的报纸新闻 提供给您一天开始的参考 竟费的速度增加 这个速度增加 都没有 下轮 发生 并不想